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代艺术的特色 采用展望21世纪理想主义的艺术形式 表现对人类共同理想境界的追目和神亡 他在思考和实践 当代绘画可以和科学结合到什么程度 是否可以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完成当代绘画的创新 而用一幅画来建一个巨型当代艺术博物馆 是丁先生正在进行的工作 这幅画名为Melody 在1990年的法国画展中被收藏 最近丁先生又以高价从瑞士日内瓦的收藏家手中 买回自己的作品 他要用这幅画来建一个宏大的建筑 这个建筑不仅是当代艺术的中心 更是一个庞大的产业 尽管已经功成名就 但是他又魄力把自己推倒重来 成为建筑艺术家 这将是丁绍光先生的又一个神奇 我们衷心感谢丁先生在百忙之中 今天来到会场和我们讲艺术和人生 是的 美国北京联合会创立2003年 丁绍光先生是我们的创会理事长 我们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艺术讲座来回馈社会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交流方式 是的 我们看到了许多的话 我们听说许多他的故事 今天丁先生亲自来到这里 给我们机会跟我们讲 他对艺术对人生和艺术和人生之间关系的看法 是的 现在我们就有请古参赞 代表总领馆 有请古参赞 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首先呢我先代表刘建总领事给大家说几句话 因为刘建总领事他今天有事不能来 他特意嘱咐我那个带两句话过来 第一是向丁老师表示问候 他也好长时间没见到丁老师了 他说向丁老师问好 第二是咱们美国北京联合会搞的这次活动很有意义 他希望以后多搞这样的活动为大家丰富文化生活 我本人也好长时间没见到丁老师了 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机会对于我来说 丁老师旅居海外多年 致力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他不仅自己在创作方面有很丰富的成果 而且对于推广中国文化 对于中美文化交流贡献也非常多 在此我也代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向他本人表示敬意 所以让现在让我们有请李刚会长上台致辞 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 我们北京会能够给丁老师办的一个活动 可以说这是我们所有北京会全体成员 以及我们这些热爱丁老师的这些艺术作品人士的共同的心愿 因为丁老师在二十年前创办了北京会 那么他在这二十年当中 可以说为我们国家的文化事业经济建设 以及我们海外华人华侨在海外的形象 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那么我们北京联合会呢 今天有幸能够作为一个主办单位 来主办这么一个活动 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因为我们北京联合会 由丁老师作为我们大家长 我们作为北京会员每一个人都感到非常的荣尚跟光荣 这次事迹讲话说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这个十四位义工 他们每一位在他们各界的领域都是精英 在他们业务繁忙的状况下呢 他们都挤出了这个宝贵的时间 而献出了非常珍贵的这个金钱 所以我们才得 大家我们大家才得以能够今天 饱餐我们这个丁少光大师的艺术盛宴 谢谢大家 这是我们的团队 好 我们下面就把时间呢 交给丁先生 好 有请 丁先生 有请 尊敬的各位贵宾 我今天首先想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里头我觉得一个大师还有士忌 这两个字应该去掉 我自己一直坚持 但是北京会的这些职位还有会长啊 李红 李刚他们都不同意 我觉得这大师两个字应该去掉 士忌 讲座 把这个士忌讲座改成聊天就可以了 这个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个大家也晓得 这次我们这个决定这个活动啊 只有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 我觉得刚才在台上的这些职位和这些会长 他们是真是付出了心血 出钱 出钱出力 能够在这么短时间 能够集合这么多的听众 我自己本身很感动 这个我想首先 我从哪里讲起呢 就讲讲时间 还有很多朋友也都是热情的举起的手 实在是时间有限 我们就今天就在此结束 我们希望以后还有类似的讲座 在我们的心目中呢 丁先生的确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艺术家 今天我觉得丁老师讲啊 我们是迪根斯里面讲的 我们现在实在是通向天堂 走向地狱 我们说不清楚 但是今天下午 丁老师给我们心灵分享的两个小时 是带来了一种色彩 一个主题 这个色彩就是蓝色 这个主题就是和谐 是他作品里面的色彩和主题 我们感谢丁老师 感谢丁老师 是的 丁先生这么多年来 是我们北京联合会的创会理事长 也是对北京联合会扶持和帮助最大的 贡献也是最大的 所以说我们北京联合会的朋友们呢 就说前所未有的这种凝聚力 向心力 说要办这样的讲座 大家都是一起努力把它办成了 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大家 对丁先生的一份心意 也谢谢今天所有的出席的来宾 也谢谢大家对我们这个讲座的支持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北京联合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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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